我是七岁大叔非常自卑 说自己是丑陋的怪物 不敢出门约会 五个风骚火辣的年轻同志 听说了他的故事 不由分说的闯上门 扬言要将他改造成 全镇最酷的帅哥 同志团队手腕了得 人送外号 闪舞 他们各有专长 负责不同的领域 包比擅长装修设计 安东尼热爱料理 谭哥是时尚大师 卡哥则专攻心理疏导 至于巧姐嘛 一看就知道了 是美容美发的高手 不论是不修蝙蝠的大叔 还是心高气傲的直男 经过他们的改造 都能换人一心 今天要改造的目标是 汤姆是个高龄宅男 没事调一杯香肩玛格丽特 一边抽烟 一边透过门洞看电视 就是他27年来 度过周末的方式 汤姆不懂穿衣打扮 维亚牛仔短裤 对此女儿的态度是 他还离过三次婚 不过和最后一任妻子艾比 始终保持着朋友关系 时不时的还会见面 可除此之外 他就没有别的社交活动了 总是一个人待着 之所以不爱出门 也不去约会 据他所说 无人组偏不信这个鞋 他们火速出发 突袭了汤姆常去的酒吧 果不其然 又是牛仔短裤 卡哥采访汤姆的朋友 你们觉得他为啥 一直找不到女朋友 事不宜迟 改造开始 无人组来到汤姆家 鲍比顿时压力山大 钳子放在卧室 抹布放在床边 还有这个古董沙发 这层东西必须丢掉 哪个爱媒对象 也不会希望 窝在这样的椅子上 赖在这样的床上 和你交流感情吧 厨房的情况也不乐观 冰箱散发着异味 塞满了过期的冷冻食物 厨柜里却很精彩 有各式各样的调料和零食 汤姆告诉安东尼 那都是前妻艾比买给他的 而艾比也曾多次表示 最爱的男人就是汤姆 既然如此 为什么会分开 安东尼瞬间兴奋 让两个相爱的人重修于好 还有比这更浪漫的事吗 整座公寓里 唯一不令人绝望的 恐怕就是衣柜了 里头挂满了色彩鲜艳的格斯衫 说明汤姆也有爱玩的一面 这让谭哥松了口气 汤姆给卡哥分享一次 完全失败的约会经历 他曾和一位女士相约去逛商店 结束后对方问 还想去哪里转转吗 他却觉得很累 只想回家 结果女士掉头就走 谁要和一个无聊的家伙 坐在油腻的沙发上看电影啊 卡哥寻寻善诱 为什么非要待在家里呢 外面的世界很大 也有很多美女啊 汤姆却沮丧地回答 美女大多很年轻 不喜欢又胖又丑的老头 卡哥瞬间误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 你不是宅 也不是懒惰 只是缺乏自信罢了 汤姆对容貌的自卑 主要来源于脸上的狼疮 大面积的炎症和红肿 会让人看起来更邋遢 乔姐告诉他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提防紫外线 我翻面了你的卫生间 居然一瓶防晒霜都没有 很明显 你没有好好照顾自己 汤姆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你们或许能让我好看一点 但绝对拯救不了丑陋 改造的第一步 就是停止自我贬低 还有高堂的香煎鸡尾酒 也不要再喝了 改造正式开始 第一站 鲍比带着汤姆 来到了垃圾处理厂 他必须亲眼见证 那台已经淹渍入味的沙发 被丢进了垃圾堆 从此往后 他所代表的一切 那些自卑 困顿 孤单 也都一去不复返了 你是全心的你 紧接着 为了做好约会准备 还得卡过一张新床垫 路上 汤姆和鲍比闲聊 无意间问起 听说你结婚了 那么 你是妻子还是丈夫 鲍比及时纠正他 这个观念本身 就带有一丝歧视意味 小姐接着补充 随着时代的发展 即便是异性恋群体中 界限也在慢慢消失 不论你是什么角色 太阳 或是月亮 这两者 都具有各自的力量 汤姆听得很认真 心中对同性恋的偏见 也在一点一点消融 抵达广场后 乔姆和鲍比 扑到床垫上玩 他也积极地加入进来 三人滚成一团 自由自在地大笑着 解决完床垫的问题 该改造一下外形了 谭哥带汤姆来到服装店 为他挑选了一项帽子 帽颜不会遮住脸 这样就能露出眼镜 要知道 人与人相处时 眼神交流往往是最重要的 再来是服装的选择 汤姆患有狼疮 皮肤呈现出红色调 所以谭哥建议他 多穿冷色的衣服 上完穿达课 汤姆来到理发店 轮到乔姐大显身走了 她的面部很硬朗 非常适合留胡子 但要让她们干净整洁 而不是看上去像一堆杂草 也要花点心思 秘诀是修剪的时候 要模仿下巴的线条 好好贴合脸型 以及别忘了每次洗脸后 都要使用护理油 外在的东西改造完 该解决心理问题了 卡哥带着汤姆在大街上走模特步 无论美还是丑 都是先天形成的 无法轻易改变 但我们能做到的 就是提升自信 活出气势 他酸度汤姆 给前妻艾比打电话 邀请他这个周末 一起去赶车展 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艾比果断地答应了 与此同时 鲍比的装修工作 也已经全部结束 汤姆摘掉眼罩 毫无生气的小院 被改造成漂亮的花园 还安置了新的桌椅 阴暗的卧室焕然一新 变得精致又时髦 除了汤姆亲自选择的床垫 还有一个惊喜 看似普通的单人沙发 其实是躺椅 鲍比还贴心地准备了两张 卫生间也做了改造 安装了玉莲和新花洒 更重要的是 终于有防晒霜了 小姐还为汤姆准备了特别的化妆品 这个小金属棒能够平衡肤色 在最红的地方涂一点点 就会有天壤之别 在全新的厨房里 安东尼大显身手 将汤姆做牛油果酱 既然爱吃墨西哥菜 为什么不试着自己做呢 只需要四种食材 简单美味又健康 堪哥为汤姆打造了 最适合他的衣柜 再丢掉老爷爷眼镜 换上更年轻的款式 把漂亮的蓝眼睛好好展示出来 至此 汤姆已经脱胎换骨 成为了完全不同的自己 就连小外孙都快认不出他了 就在一周前 他还总是强颜欢笑 来掩饰内心的空虚 再看看现在 他浑身散发着自信 比任何人都快乐 卡哥告诉汤姆 不久后 闪五聚在一起 观察汤姆的后续表现 到了和艾比约定的日子 汤姆按照坛哥说的 挑选了一件蓝色衬衫 搭配卡西短裤和白球鞋 俏皮活泼的袜子 加上新买的贝雷帽 瞬间年轻了十岁 拿出小姐的秘密武器 涂抹在皮肤泛红处 打点好外形 汤姆直奔车展 老友们都震惊了 这还是那个邋遢鬼吗 传说中的艾比出现了 是位优雅的女士 一袭黄裙明媚动人 两人手拉手逛车展 气氛非常融洽 顺理成章地开车回家 没想到汤姆是恋爱高手 不经意地肢体触碰 玩得那叫一个六 看到整节漂亮的小院 艾比惊讶地合不拢嘴 汤姆又邀请她 去参观一下卧室 两人坐在躺椅上 眼神仿佛能拉丝 回到院子中 吃着汤姆新手做的牛油果酱 聊起过去一周的经历 艾比眼中也泛起了泪花 她轻轻触碰着汤姆的手臂 这也是个高手 眼球着气氛正好 汤姆长胜追击 邀请她周六来吃晚餐 过去的15年里 汤姆只能宅在家中 喝着后甜的鸡尾酒 孤独地看电视 但是从今往后 一切都不一样了 她已经变得更加自信 也学会了要热爱生活 2018年 她与前妻艾比复婚 此后也一直按照 谭歌和乔姐教的那样 用心打扮自己 做最时尚的大叔 本期内容来自真人秀 粉熊救兵 第一季的第一集 五个火辣的同性恋 看起来轻挑不靠谱 却总能给予需要帮助的人 最重肯的建议 和最温暖的鼓励 就像鲍比说的那样 所有人类都有着共性 我们都是怀胎十月出生 在期待被爱中成长 成年后依旧在寻找爱 无论你是直 是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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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